国内今天再度加龄 连续12天零确诊 累计401人解除隔离 虽然疫情和缓不少 但指挥中心说 现在还是正值疫情期中考 未来还有防疫期末考 千万不能大疫 至于多国开始计划的旅游泡泡 也就是让旅客可以自由进出的地区 先前传出纽西兰及帛琉等国 考虑将我国纳入其中 而最新的进展是 关岛将在7月重启旅游业 也考虑将台湾列入首波的免签证计划 疫情趋缓 台湾连续12天零确诊 但不论逛街还是大城大众运输 民众上街还是落实防疫新生活 虽然疫情趋缓不少 但这对指挥中心来说 只是其中考而已 接下来就是期末考 那当然到期末考 就一定是要有相关的疫苗 要仰赖我们的相关的科技 哪一类的疫苗最后能够上市 那我相信那个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 朝向期末考迈进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国内疫情趋缓 但欧美各国仍然紧绷 南半球的纽西兰和澳洲 则计划恢复旅游 还将和捷克奥地利等国 组成旅行泡泡圈 也就是让旅客可以自由进出 未来考虑纳入台湾 而我国邦交国帛琉 因为医疗和观光因素 也考虑和台湾成立旅行泡泡 现在更传出 关岛将在7月重启旅游业 还将台湾纳入第一波的免签证计划 我国是否因此改变边境管制 指挥官陈时中说 目前没有规划 至于商务人士来台的检疫规定 先前传出短期入境者 检疫五天没症状且裁检阴性 就渴望放行 最多检疫三天 而长期商务人士 则一样维持14天的居家检疫 指挥中心透露 详细规划即将出炉 也期望嘉宁的日子 能够继续逐步往正常生活迈进 记得台北众和报道